您好,我是昆仑刘石,欢迎您来到书馆,咱们继续聊天,咱们接着聊这个清平大小合着之乱 既然我们聊的是一场平定战争,那么也就是说呀,我们从上一期开始刚正式的接触到了 清朝的八旗大军前去平定着大小合着,那前面讲的一系列呀呢,无非都是序言 那有人就说了,你这序言干嘛讲那么长啊 实际上啊,我还得跟您重申一下,我们讲这些故事的目的呀 就是想让您更好的理解,让您更好的明白我们今天多民族融合的大一统时代是如何来临的 如果呢,不把前因给您讲清楚,您很可能就会误会 为了这个大一统时代的到来,那是进行了无数民族间的杀戮的 我的责任呢,就是负责把这些个事件呢,给您捋一捋 让您知道啊,每一次战争都是有原因的 并不是简单的强领弱,大欺小 得嘞,咱们废话不多说,继续说书 上文书咱们就说到啊,这清平大小合着的第一次胜仗 也就是清军的敬逆将军雅尔哈善,统领他手下的七千兵将 击退了前来救援库车的三千敌军 率领了三千尘回前来救援库车的就是这个库车城的首将 阿布都克勒木的亲弟弟叫做阿布都哈里克 那么这支部队是从哪来的呢? 是从沙亚尔,虽然这个沙亚尔的几乎啊,就在库车城的正南方 显然呢,出了沙亚尔,直接往北 去库车呀,是最近的路,可是不行啊 咱们前面交代过,这中间隔着沙漠呢 于是,这阿布都哈里克也只能带领着自己的三千人 从这个戈壁绕过去,诶,取到东方啊 才能到达库车城下 可说呢,这到了库车城下,也没费什么事 气质咔嚓,领来三千人呢 最后就让这清军俘获了一些 其他两千多人呢,被杀的只剩下二十几旗 由这个主将阿布都哈里克带领逃跑了 那二十几人呢,和三千人比呀 几乎可以就不算数 所以说这支援军呢,我们就完全可以理解为 除了主帅跑了之外呀,其他人被全歼了 一场战斗下来呀,被清军直接打死的就有两千四百多 其他呢,五六百人就被俘虏到了清军大营 这亚尔哈善回到大营啊,就有手群人来报 说这个大人呢,咱们逮着一个大手子 这亚尔哈善一听,哦,那多大呀 这小校听闻呢,单腿打枪跪在地上啊 说回大帅,有这么一个贵族啊 他自称是英吉沙的伯克,叫做多罗特马特 根据咱们营里这些缠回将领辨认呢 没错,这人呢,就是这个英沙集成的城主 多罗特马特 那亚尔哈善说,那赶紧把他带上来吧 咱们审讯一下呢 大小合作此次派来了多少援军 分几路进兵 这小校说呀,这大人可能带不上来了 他走不了,他受了重伤 只能把他抬进来 这亚尔哈善说,那就赶紧抬进来 于是啊,众小校稀里呼噜啊,就把这个多罗特马特呀 抬进了这个帅仗之中 跟随进来的还有众多的这个投降大军的维吾尔伯克 以及合卓们 经过审讯才知道啊 来救援的部队呀,还真不止这一支 一共来了两支部队 每支部队都是三千人 这一支部队呀 由这个阿卜都哈里克率领 由沙尔出兵借到雅托河奈 由东面直取库车 另外一支三千人 由这个霍吉湛率领啊 穿过这个沙漠的东洋 从这个西面啊 直取库车 那这亚尔哈善就问了 那既然是这样 为什么没等这两支大军同时赶到一起夹击我军 这样多大力量呢 这英沙级伯克说呀 嗨,您别忘了呀 这城内呀 被您围困的守军将领 阿卜都克勒木 那可是我们这支援军的主帅 阿卜都哈里克的亲哥哥 您想他心里能不着急吗 这一路上啊 他不顾这些士族的死活 鞭打催促他们急行军 于是我们没用几天 就跑到了库车城西 这疲累之师来到了库车城下 战斗力自然也损失了不少 就这样啊 才被大帅您包了饺子 几乎全奸 想必这会儿的小河卓 霍吉栈 统领了三千部队 正在穿越沙漠的路上 估计多则五六日 少则两三天 这支援军呢 也会来到库车城下 问完这些话之后 这亚尔哈山继续问 那既然来援军 为什么大河卓 波罗尼都没来呢 这伯克说呀 说在我们的内部啊 本来就有两种意见 以这个大河卓 波罗尼都为主的 他们就想啊 和这个清军和谈 早日归顺清军 这样就免了生命涂炭 但是呢 人数众多的都是小河卓一派 这些主战派嘴里天天讨论的 那无非就是圣战 就是消灭卡菲尔 很富有这个煽动性 于是啊 追随者也就多 关于救不救援库车城啊 这兄弟二人意见也不尽相同 并且在前不久 有一支商队也从叶尔腔路过 被这个小河卓派人呢 给截杀了 抢了所有的货物 杀了所有的人 杀完了才知道啊 这些人呢 是布鲁特人 咱们书中代言 这布鲁特人是什么人呢 就是现在的吉尔基斯坦人 这小河卓呀 倒是不怕什么 大河卓多少一对儿麻爪 他就怕这个布鲁特人呢 前来报复 于是呢 他率领着两千守军 就驻守在喀什嘎尔 以防这个布鲁特人呢 从西方来袭 讲完这些情况之后啊 这英吉沙德伯克 多罗特马特 就昏死过去了 咱们抢救啊 也没抢救回来 于是啊 这位伯克大人 就死在这清军大营当中 这清军将领啊 对这位伯克所说的事情啊 不敢不信呢 是也不敢全信 那总之呢 早做这个防范准备啊 肯定是没有错的 于是这牙尔哈善就下令 在西边大陆上 未干河畔 再次筑起多座高塔 不分昼夜 严密的监视 河对岸大道上的动向 一旦有兵来袭啊 是立刻报告 作战方针呢 就是把他们放过大河 然后再出兵剿灭 那会儿的贼兵啊 前有八旗兵截杀阻击 后有这大荷兰路 那肯定啊 又是一次漂亮的歼灭战 这大军部署好了以后啊 那就等着吧 就在六月十六日 这霍击战呢 终于率领自己的三千部队啊 姗姗来迟 到了这个库车城以期 那么自然是 这清军这边啊 已经有了多日的准备 按照雅尔哈善的作战计划 以及前三的兵力部署 就把这只来源库车的三千部众啊 放过了河 那么说这三千人 他到底是不是小河卓 霍吉栈新自带领呢 咱们书中暗表 他确实是 要说这个小河卓呀 他确实有点浑横的劲 他并没带着他这支部队啊 沿着天山脚下的绿洲行军 他竟然呢 是带领着自己的部队 沿着沙漠的一角啊 穿沙漠而顾 也省得呀 路过这个拜城 塞里木 这些大的城镇呢 人多眼砸 就提前泄露了大军的行程 正当啊 他们离这个库车城啊 也不过还有一二百里的时候 迎面啊 就来了三十多名骑兵 仔细辨认才发现呢 是自己人 正是自己派出的 从西路去解库车之围的援军 哎呀 好不凄凉啊 这三千多人呢 就让人杀了剩三十余人 那么这会儿说 这小河卓呀 你再去埋怨这个主将 阿卜都哈里克呀 已经啊 无济于事了 于是这三十多人 就加入了大部队当中 一同啊 奔这个库车城的西门进发 凭借着自己的一股狠劲 带领着三千多人 这小河卓就渡过了未干河 这一过未干河呀 离着库车城 可就也还有六十余里了 这大军过河之后 也没做过多的修整 一鼓作气 就往这个库车城西门方向杀了过来 咱们刚才不是交代过了吗 实际上他们的动向啊 已在清军的预料之内 这亚尔哈善指挥大军 早就部署好了 你这支禅徽援军呢 越是往前扑 哎 你这个往清军口袋里啊 钻的就越深 等到离城啊 还有二十里的时候 这清军主力可就扑上去了 与这支禅徽部队啊 算缠斗在了一起 咱们都知道啊 这在兵力上讲啊 这清军部队本来就占优势 七八千人对三千人 那还不是绝对压倒的优势吗 可是也不能全来迎敌 为什么呢 因为各个路口啊 还需要有人把守 卡轮上呢 还都有兵丁 不但如此 这库车城除西门以外 南北东各个城门以外啊 还要有兵驻守 以防着城里守军 借此机会啊 出城逃窜 所以说呢 前来迎敌的这个清军主力 咱们算算大概齐啊 也就是三千多人 这双方的兵力啊 也算得上是基本对等 这清军将领十分冷静 指挥着部队啊 就把来分的敌军 一下子切割成了好几段 等到打起来啊 这帮援军缠回才发现呢 可能是打不过 因为啊 他们已经完全失去了 草原骑兵的优势 那么说这双方的士兵 是怎么配置呢 这清军骑兵啊 主要就是骑射 这剑囊里啊 插满了剑 大概啊 有百余只 每人呢 有一只脚精弓 这腰胯马刀啊 都是最后拼杀时候用的 当然了 在这个八七骑兵当中啊 也步伐有这个枪骑兵 一部分呢 这个手持长矛 另一部分呢 手持鸟冲 但是也是以这个弓箭骑射为主 再看这个缠回一方啊 就不一样了 缠回士兵啊 都手持鸟枪 这些个骑兵啊 鸟枪打得非常准 这腰上呢 也都跨着腰刀 可是啊 有一点咱们得说明 在这进攻速度上啊 这帮缠回就远不如八七兵了 双方骑兵开冲以后啊 这八七兵射出第一箭 缠回士兵发出第一枪 那么如果没被对方撂倒 坠落马下 紧接着这八七士兵 蹚蹚蹚几箭就又射回来了 可是啊 不知道您打过火枪没有 这随发枪啊 钱装填 开完枪以后 把枪竖过来 往里填药装炮子 塞上面 或再开第二枪啊 一个熟练的猎人啊 这一番操作过后 也是一分钟过去了 一名骑射贤出的八七兵 从箭囊内取出箭 搭箭开弓 瞄准射出 大概也就是十秒钟左右 还有啊 特殊的速射法 也就是持弓手一次啊 握三四支箭 这样呢 每射一箭呢 就不用再向箭囊中去掏箭 这种射法啊 通常三四秒钟就能射出一箭 但是呢 也有缺点 八骑兵啊 这种攻击方式啊 对付重装骑兵 差点意思 熟悉名史的人都知道 当年北京保卫战 原冲换都市 内穿索甲外穿叶甲 一场北京保卫战下来啊 从原中换都市上 起下这个箭头啊 就有一升多 这一升啊 是个这个容积单位 您去加油啊 说一升多少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一升里边啊 能装多少个箭头呢 我想啊 大概是四五十枚 那么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 其一我们就能看出啊 这八骑兵的这个骑射速度是很快的 并且呀 这攻击密度也很高 这攻击的威力啊 就一般了 这种攻骑兵啊 所持的弓箭 这棒数啊 肯定不会很大 因为呀 骑在马上 这射击的准确度本身就低 再用硬弓啊 可能就更射不住目标了 所以用轻弓的骑兵 就射不穿中甲 可是在这个南疆的平回战争当中啊 可就不一样了 这南疆回步除了少数的伯克将军 能够穿着铠甲以外呀 其他人上阵呢 就是普通的长服 外边没有叶甲 这里边也没有锁甲 所以说呢 身中两箭呢 可能也就失去战斗力了 再加上呢 这手里边的火冲 填充弹药啊 非常的麻烦 几乎就是一枪如果射中敌人 你也就只能消灭敌人一个 那接下来的 就是等死吧 这清军呢 采取了分割包围以后啊 几乎就是骑兵围着打 这火枪呢 现弹枪在平地上啊 站着打 打准了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更何况骑在马上啊 所以说呀 七点钟开始 到上午九点的时候 第一轮攻击过后 这缠回援军就被打散了 第一队啊 人数众多 大概有千把人 这帮人心里想的呀 大概就是打不过呢 我就原路返回 掉头跑 可是原路返回又何其容易啊 刚才咱们说了 这背后啊 就是一条大河 这六七月间呢 正是这未干河水量充足之时 这敌军是慌忙当中纷纷落水 后边的清军碾杀上来啊 这一千人呢 一半被砍杀在了未干河畔 另一半人呢 慌忙渡河 被湍急的河水卷走 喂了王八 还有三百人呢 觉得自己挺聪明 被这个清军冲散以后 拧成了团 直接就奔北跑 那他们是怎么想的呀 他们盘算着 翻过山中的沙特达浪埃口 奔这个赛里木方向逃 他们是不清楚 可是咱们知道啊 前文书我就给您讲过了 这山里边的沙拉达朗 和厄斯克博石碍口啊 这会儿已然被这清军毒死了 不但这路过不去呀 在这个碍口附近呢 还有一只清军助手 这三百人到了碍口附近呢 傻言了 这可算得上是前有堵截 后有追兵 并且呀 这些个清军不接受投降 冲上前来呀 是砍瓜切菜一般 这三百人呢 算是命丧山口 实际上啊 我可以小给您吐露一下 这三百人呢 就算是跑过了山口 逃到了赛里木 也好不着 因为这会儿啊 这小河卓派到赛里木 去管理那里的博客呀 早被当地的缠回兄弟呀 给逮起来 那儿啊 反了 他们决定啊 集体是投降大清 这里边啊 还有一段故事 这里呢 有这个宗教纷争 以及民族矛盾 咱们呀 往后讲到赛里木的时候 自然会给您详细的解释 那这么一算呢 除了死的 那就得上活的了 这战场上啊 还有八百敌军 这会儿啊 站在山头指挥的 延尔哈善呢 多少有点摸不清头脑了 为什么呀 因为这八百人呢 一个劲的死命望前冲 他们的意思啊 是要冲到这个 护车城的西门以下 可能是要进城 算算距离呢 现在这主战场啊 离这库车城啊 应该有十里地左右 就在这八百缠回 奋力抵抗的时候 只见到这库车城啊 城门开了 吊桥放下 城的一声号炮啊 就有一只骑兵 冲出了库车城 这俨然呢 是来接应城外的敌军 这么一来啊 这清军多少有点措手不及 因为这一下子 主动便被动了 本来是清军呢 分割这敌军 成何为之事 可是这城里一杀出人来啊 反把这清军围到了中间 这八百援军呢 和城内守军 合兵一处 奋力厮杀 最终啊 终于杀开了一道口子 逃进了库车城 那城外的清军呢 无论在这个城门以外 是骂战讨战呢 人家也不出来了 于是这场战争啊 虽然没能完胜 可说这八旗军呢 也算是大获全胜 那接下来就是打扫战场呗 那自然和上次一样 军械刀马 资重啊 外加上鸟枪啊 自然是缴获不少 最后操操一算呢 逃进城内的援军呢 大概有八百人左右 清点死是斩杀的 大概啊 一千六百余人 那么一千六加上八百 死的逃的一共是两千四 剩下的这个六百人呢 就被俘虏了 就在打扫战场的时候 这清军呢 就拾获了两面帅旗 一看呢 上面的字啊 不认识 于是就赶紧呢 拿到了这个 额敏合着的面前 这额敏合着一看呢 这两面帅旗啊 跟别的旗子不一样 上面秀的呀 并不是主帅的名字 而是两段古兰经 那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经这个额敏合着解释啊 那这只有一个可能 就是带兵来的呀 是一名宗教领袖 哎 说白了吧 就是小合着货极战 把秦霍的俘虏一审呢 这一点得到了证实 他们的主帅正是小合着 那这清军上下 一下子就兴奋了 把人撒出来啊 挨个死尸翻看 找着这货极战呢 是否死在了乱军当中 可是这一千六百多死尸啊 全都看遍了 最后啊 也没找到货极战本人 那于是这大伙就猜想啊 这小合着货极战 可能和上一支援军的主帅 阿卜都哈里克一样啊 率领着自己的几名亲随 借小路逃顿了 也有可能这会儿啊 已经死在半路上了 那么清军为什么能这么想呢 因为抓获的俘虏啊 还透露 这小合着 在乱军当中啊 被人射了一箭 所以说呢 这会儿的小合着呀 可能已经喵息了 那么他们猜测的到底对不对呢 哎 这真实的情况呀 还就真得让这帮清军失了望 这小合着带兵来到了库车城 一通熬杀呀 结果确实尖头中了一箭 这铠甲呀 无论是里边的这个锁子甲 还是外边罩的大叶甲 哎 这种东西啊 在南疆缠回当中啊 并不普及 就连这将领们呢 也做不到人手一架 可是合着呢 在这些人当中啊 神一样的存在 他自然是有铠甲的 所以说这一箭射在尖头上啊 虽然这箭呢 是扎上了 但是根本就没射到皮肉 这小合着呀 压根就没受伤 并且呀 也没和自己的部众分开 他呀 就混在了那八百人当中啊 跑回了库车城 当然了 这会儿啊 清军当中 上至带兵的 敬礼将军 雅尔哈善 下至啊 和英将官 以及这帮缠回头人们 对这个小合着呀 逃进了库车城这件事情啊 谁也没想到 因为原因很简单 谁又会想到 这小合着逃进这死城库车呢 说这库车城是死城啊 是因为这会儿的清军 已经把这座库车城是团团围住 那这会儿再往这库车城内跑啊 他不符合逻辑 这仗既然打完了 雅尔哈善呢 也不敢怠慢 作为主将啊 他现在应该做的事情啊 就是把战况战果 及时的汇报给朝廷 汇报给乾隆皇帝 于是这敬礼将军雅尔哈善 做了一份详细的报表 就把这个立功人员 以及啊 这个受伤人员 还有这个阵亡人员的名单 汇报给了乾隆 隋着呀 还写了一份详细的战报 就奏报给了乾隆皇帝 没过多久 这乾隆皇帝的庭记也传到了前方 对这个死伤人员啊 进行了抚恤 对有功人员进行了表彰 这次封赏的主要啊 是这些缠回归顺大清的头人们 主要就包括呀 这个额敏合卓御宿府 恶队 以及啊 嘎代莫特 瑟提巴尔蒂等人 美人呢 赏段子两匹 您别乐啊 还是那句话 这是荣誉 并且对这帮残回领袖而言呢 这会儿的赏赐不算什么 只要啊 抱住了乾隆皇帝这条苏腿 等到战争结束以后啊 那封王封爵 那自然就来了 除了封赏以外 这乾隆皇帝 还有一道名指 是发给何英众将的 在这道名指当中啊 大家明显读出了 这乾隆皇帝 虽然对打赢圣战啊 很高兴 但是也有不满意的地方 这圣旨当中啊 有一句是这么写的 此次战功成为卓越 但少有不切震心者 当此贼人破胆 应既成圣派兵脊椎 且贼远到雷元 我兵以疫待劳 真逆手所逃之地 并立追击 取亏寄货 各成必望风归命 不知雅尔哈善等 曾否如此办理 养货因满洲兵少 不服调遣 乾隆皇帝的这句话呀 是再明白不过了 说这仗虽然打得不错呀 但是我心里啊 总有不称心的地方 因为啊 在敌人溃败之时 已然被吓破了胆 我们就应该啊 乘胜追击 打听好了呀 这个贼人的首领 那说的自然是 小合卓祸及瞻 往哪个方向跑了呢 你雅尔哈善呢 就应该派出一只青旗 往哪个方向去追 倘若尽全力追击啊 把这个贼手抓住 那么整个南疆回步啊 就肯定是望风而行 这么一来呢 也省了刀兵涂炭 不知道你啊 雅尔哈善 是不是当初这么想的 难道是因为这个满洲兵 给你派的少了 让你在一时间派不出兵来吗 这句话呀 我想着雅尔哈善读完之后 定然是如梦在背 为什么呢 因为无论什么原因 他必定到现在呀 也不知道这小合卓的去向 再往下读圣旨啊 他发现这乾隆皇帝的部门 还远不止于此 这乾隆皇帝在旨意当中 还提到啊 这敌人远在实力以外 库车城内守军 便能冲出西门而接应 那么显然 哎就是你这雅尔哈善呢 并没把库车城封死 城内的守军和外部的援军呢 还有情报往来 不过现在朕工我呀 把这事提醒给你 哎这个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你雅尔哈善即刻去追查此事 看是谁的责任 城报上来是必须严惩 从此处也能看出 远在千里之外的京师 这乾隆皇帝眼里并不如沙子 提出来这两点呢 很能说明问题 很尖锐 关于这个大合卓 波罗尼都啊 乾隆皇帝也有旨意 乾隆皇帝就跟这雅尔哈善说 虽然呢很多人都传闻着波罗尼都心向我大清 实际上啊 这也只是传闻 如果他真要投降我大清 那么他为什么不把这小合卓捆吧捆吧 交到这个清军大营当中来呢 所以说对此人呢 也是不得不防 那么乾隆皇帝这边啊 赏也赏了 是骂也骂了 并且给前方也提出了好的指导意见 那么小合卓现在进入到了库车城当中 他又是如何打算呢 哎 这下文书可就有意思了 这小合卓在库车城里啊 那可谓是一通活租 他看中了原库车城城主恶罪的老婆 在库车城内啊 对这位妇人才要百般 凌辱 någonting neighbor 转偷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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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